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不过法官讯问时 叶胜茂数度说不出话 何一婷认定叶胜茂泄漏前第一家庭涉嫌洗钱勤资 给前总统陈水扁 让扁家获利 已经触犯贪污治罪条例中的徒利重罪 并有串政之余 当庭裁定收押禁件 叶胜茂也成为我国司法史上第一位被收押的调查局长 前调查局长叶胜茂第三次出庭应讯 台北地院何一婷就依贪污治罪条例 认定叶胜茂涉嫌涂利重罪 当庭裁定收押禁件 何一婷是认为说因为有部分的证人 还没有经过审理 还没有经过结问 所以可能会有串政之意 因此才裁定其他病禁件 将近四小时的庭讯 台北地院还传唤了调查局洗钱防治中心的处长周有益 和公文承办人邹求强出庭作证 庭讯中受命法官曾正龙接连讯问叶胜茂 接获勤资后为什么没有进一步追查海外账户时 叶胜茂当场好几秒说不出话来 接着才回答没有具体线索 而曾正龙甚至当庭驳斥叶胜茂 为什么违反爱格蒙联盟的规定 把勤资公文交给当事人陈水扁 叶胜茂也停顿好几秒才否认犯罪 强调是以调查局长的身份 向当时的国家元首陈水扁 报告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重要勤资 何怡婷做出收押觐见的裁定 叶胜茂的辩护律师杜英达相当不以为然 法官用了太多的新闻报道来问 来问叶胜茂先生 然后他们用了太多事后诸葛的资料 来问叶胜茂先生 忠实有隐匿这样的公文 但是他们这些人 要如何把海外的资金再挪走 势必有他们应该要独立负责 尽管沙盘推演时 已经预期可能会被收押 但是律师转述 收押当下叶胜茂还是相当错愕 只能交代律师帮忙告知他的妻子 接下来就等8号再度开庭 前总统陈水扁将以证人身份到案 进行当庭对职 记者蒋军谢奇文台北报道 而侦办国务基要费案 特征组今天借题再压的被告林德逊 追查陈水扁国务基要费的领用 是否有违法之处 另外传闻立即建设前董事长郭全庆 曾经透过中间人士转交9000万元给贬家 争取承揽多项重大工程 特征组证实确实有接获这样的情资 目前正在查证 特征组在16号上午 接题再压了国务基要费案被告林德逊 林德逊在上午9点50分 靠着手铐在法警带领下 进入特征组接受征讯 由于林德逊在陈水扁总统任内 担任总统府办公室主任 基要费都是由林德逊签合 会计陈正会才能帮陈水扁领出 并转会其他户头 因此检方才会再度对他进行征讯 传闻检方考虑将林德逊转为污点证人 特征组则否认目前有这样的打算 我们请他来厘清有关国务基要费的信任 是不是有打算要把他作为污点证人 没有没有 另外也传出 吴书贞大学同学蔡美丽的弟弟蔡明哲 曾经协助立即建设前董事长郭全庆 转交新台币9000万元给贬家 以争取包括北投缆车 与南港展览馆等等多项工程 特征组证实确实有接获勤支 这是传闻我们在了解中 特征组的长官们有没有收到这条勤支 正在调查当中 有这样的勤支我们在了解中 如果这项勤支查证属实 预期这起洗钱一案将会有突破性的进展 记者张志雄 许正俊 张国良 台北报导 我们再来关心的是全球金融风暴到底了没有 虽然美国众议院通过金融纾困案 不过上周五美股并没有上演庆祝行情 而今天礼拜一亚洲股市也全面大跌 台北股市开盘跳空大跌175点 中场大跌了236点 以5505点作收 创下三年来新敌 耗子里空无一人 面对一片惨绿的台北股市 投资人的心只能一再淌血 和美股一样 美国金融纾困案对股市毫无作用 台股今天一开盘就跳空大跌175点 中场大跌236点 以5505点作收 创下三年来的新敌 国安基金有进场 都会有 国安基金进场护盘 现在就连央行也准备好了600亿美金 要来拯救美国衰退的经济 我单独台湾的中央洋 我额度多少就有600亿 这三个国家才有800亿 我台湾的额度就有600亿 不过不管是政府进场护盘 还是准备资金救美国 这些看在财经学者的严厉 都无法挽救 因为美国经济衰退 而带来的全球金融危机 学者说光是这波美国银行的倒闭潮 华尔街就已经有14万人失业 英国伦敦金融中心也好不到哪里去 欧洲的银行也传出危机 而台湾呢 现在除了受到全球景气的影响之外 还有贸易逆差的威胁 7月份8月份 我们都是入超出现贸易逆差 那过去出现贸易逆差的时候 我们的股市都会大跌的 那这一次贸易逆差连续出现两个月 我们估计9月份这个逆差 可能还会再持续 内幼外患学者说 这波台股绝对不是超跌 而这波全球金融海啸 预估将会影响4到5年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